现在进入我们新闻龙卷风的最近报 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也就是在周休假期发生的事情了 什么事情呢 基隆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所有的新闻焦点都在基隆这个点上面 基隆也发布了旅游警讯了 有没有注意到基隆怎么会发布旅游警讯呢 最重要当然跟土有绝对的关系了 为什么跟土有关呢 因为最重要是土上面的石头崩落了 而土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而且因为最主要它是滋养大地的 但是呢我们的在基隆地区的朋友就会注意到 路也封掉了石头也掉落了 可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是人祸吗 还是天灾呢 雨下的很大是没错 石头的松动也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呢现在要处理这些石头 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而且棘手的问题了 因为现在在上面的那颗石头 可是重达两千顿啊 立康我告诉你 光是基隆这阵子好雨不断啊 房子跑了 车子毁了 我们先来看房子怎么会跑呢 因为这个房子就盖在呢 我刚才讲的这个基隆 滨海公路的山附近 它是沿着山壁上盖的 结果呢当时呢 土石中的水含量已经饱和 因为礼拜六都是瞬间雨量太大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 土石就开始滑动 那你房子就盖在土石上啊 你这个地基等于是就被这个土石给冲下来 画面中你看到的这个有没有 很讽刺的是那个 小心落石的招牌就在正中间 那当时为什么这些人会引起一阵骚动 你看小心落石的招牌有没有看到 对 后面的房子你看 开始行鞋了 像不像滑流梯整个这样滑下来 有有有 不是人它是房子啊 你晓得对面的这个海鲜餐厅 当时有很多的客人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啊 突然就听到有嘰嘰嘰嘰嘰的声音 你一言我一句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趕快跑出来看看什么事情 结果一看就发现 怎么对面的这个房子已经开始在缓缓的移动 后来没有多久 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多久它的速度会变快 会变猛 因为那叫重力加速度啊 李公 房子里头有没有人 有啊 有两个女孩子呢 就是成性家 一家人他们的两个女儿 当时呢 他们在房子里面 那不就更惊悚了吗 结果呢 结果呢 他们已经发现了怎么房子会滑 房子怎么会动 所以呢一看不妙 这就是土石流造成房子整个要位移了 所以他们两姐妹夺门而出了吗 当然了 是你你不夺门而出啊 还在里头死守家园吗 还好夺门而出了 对 所以他们就逃出来了 当然了 这个地方呢 该不该盖房子 能不能盖房子 到底是政府的问题 民众的问题呢 他们呢现在都在沟通协调 好像说是违建嘛 对 这个是个禁建区 不过我们必须要先 从这里头醒思到一件事情 什么是 就是你盖在山坡上的房子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风险 我刚刚不是说 不是只有房子会跑而已吗 对啊 还有呢 车子被压扁了 车子本来就是在路上跑的 但是 你就不要遇到 被什么压扁了 巨石天上飞 什么 你千万不要遇到会在天上飞的巨石 真的 我播放这块影片给你看 你会发现这个巨石很恐怖 来 画面中红框我圈住的地方 其实你远远的就已经看到 有一些小石头掉下来 你看上面圈子上面 有没有看到 对 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巨石在那边 对 崩了崩了崩了 有没有 巨石的上半端已经崩了 好 好 这个路段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很熟悉 因为这就是滨海公路 北宁路段的这个什么 麦道朗这边 好 那因为这个白色的车子 你看它现在开 它怎么是突然有点往左边靠 因为它发现右边有一些水嘛 所以它往左边靠 但是 它命真大 因为它往左边靠 靠对了 因为当它往左边靠的同时呢 结果 一个小的土石流下来 就先把它给冲到更边边去了 那冲到更边边去 恐怖的是后面 右边 那颗石头比车子还大 那颗有没有 十几顿的那个巨石啊 就我刚刚讲的那个 山顶上那个巨石断了一半下来了 山顶上圈起来的画面 对 已经崩落了 有没有看到 崩落 所以你发现巨石的形状 已经在改变了嘛 对 好 它掉下来的时候呢 观众朋友 你知道它命大在哪里 它命大就在于说 它一开始先看到了淹水 所以它往左边靠 好 你看 现在它往左边靠 对不对 那往左边靠之后 刚好这个时候还有第二个幸运 就是有小的土石流下来 把它整个车就往左边 几乎是冲到了 对上车道 你看 冲下去了 对上车道 那这个时候呢 车子不能动弹不得 你看那块大石 左摆 右摆回来 这是不是它最后的第三幸运 有人就讲啊 说那块石头 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给推回去了 叫什么 叫幸运之神的力量 好 我跟各位讲 这台白色的车子 后来呢 车主他下来 他 他当然要逃命 对不对 对啊 但是他车头毁了嘛 所以他车子没办法逃 后面的另外一个妇人 脚都软了 还有人家 后面行车系路系的 那位车主来帮忙救 不是只有这一起喔 不是只有这一起 同样也是滨海公路路段 什么啊 隔天 黑色的车子 来 这辆车子 跟刚刚白色的车子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等一下 这部车扁掉了 对 驾驶座没了 整个这边已经笑一半 刚刚那是车头 这是车側驾驶座没了 那我问你 坐在驾驶座这个男子 会不会受到重伤 会 当然会 右边乘客坐的 跟后面的这个乘客呢 他们都还很幸运 好 你看看 这个车子 毁成这个样子 我问你 驾驶座的人 这个石头掉下来的 这个石头大小 一定没有前天 掉下来的那颗那么大呀 他现在命违啊 好 我讲到这边 这台黑色车子 后面坐的一位富人 现在非常的不开心 非常的不满意 因为他大骂 当地的交通官员 或者政府单位 为什么不封路 我跟各位讲 结果呢 交通部的公路总局 有人出来讲 他说其实呢 早在前天我没有封路 但昨天呢 鱼小啦 评估 他有去现场实施评估 发现说这个路 应该还可以通车 结果你看 就发现这样的事情 那我要问了 你说你有评估 你这是什么 卸责吗 你这是借口吗 因为现在是出事了嘛 你现在就是出事 那你现在讲这些话 是不是代表你评估错误呢 还有 你当时去评估的时候 雨有没有在下 有 有 你雨明明还在下 那为什么你要让路可以通行 你知道这雨量有多大吗 我跟各位讲 基隆市的面积是132.5公里 那他当时一小时下了94毫米 也就是 基隆这雨量还真大 一小时94 9公分 9.4公分高 9.4公分乘以这个土地面积之后 换算成游泳池 只是83,221个在一小时之内往那个路段到啊 现在当地的 这个路啊 那个基隆市政府已经讲了 千万不要再开到那条路上去 还有也千万不要为了想去看 还没掉下的那更大的巨石 千万别去 因为基隆山区现在也被列为危险警戒区 基隆现在列为一个危险警戒区 我们看到呢水滔滔的流 流着流着大石头就掉下来了 沿着滨海公路开你会发现到很多的利牌 这些利牌都是写着小心落石 有没有看到那个滨海公路本来的地质 就是很特殊的一个地质 破碎面的地质 石头很容易崩落下来 雨一大石头更容易掉 天气要晴的时候 水在这土壤当中逐渐被蒸发掉之后 又有缝隙出来 还是容易掉石头 你平常走滨海公路 其实就要特别的小心 而石头什么时候扎下来 没有人会知道 可是现在有颗更大的石头 还在那山坡顶上面 这颗石头究竟什么时候掉下来啊 所以说据实也有姐妹 你知道吗 刚才中博讲的那个画面那么惊悚的 我跟你讲 她可以得到台湾的土力之新闻奖 对不对 她真的是逃出生天 好 妹妹下来了 妹妹我们 立冠 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 你现在掉下来那颗叫妹妹 那还有一个姐姐在山上 冯甲大学拍的空拍 直升机拍出来的照片 这一颗 这一颗 欲估八成以八成以十 也就是说 它的长宽高分别是八成以八成以十 大家不会有感觉 好 没感觉 换算到底掉下来那颗妹妹是多重 八成八成十 那这样看起来就等于一个房间的大小的石头 跟一个房子一样大差不多 对不对 好 我告诉各位观众 刚刚那个掉下来的石头 大约是四五十吨重 相当于一部主力战车 立冠你装甲的 对不对 那跟M60差不多大 对 差不多 或者是我们的永虎战车 但是这一颗 是它的四十到五十倍 等一下 两千吨 两千吨 四十几部战车掉下去 你看是什么 两千吨 这颗 大家看一下 这一颗 这一颗好像就是在必杀鱼港上面的石 这个大石 对不对 就是这一颗 旁边上你看到的 如果 这底下就是麦当劳 这条北宁路 你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不小心 就轻轻碰一下 碰一下 这边的路 还有什么 人 车 还有房子 998海产店 麦当劳 因为房子都沿着这山坡旁边建构的 通通会被它击碎 大家就知道 这颗石头 要怕死人 好 OK 那我们再看 这一颗石头 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要怎么处置它 不然的话 在植被都已经耗损的情况之下 它已经岌岌可危了 对不对 好 再给各位看 好 基隆市的公务处的处长 叫李同城他就讲 这是一颗掉下来 你看我跟妳讲 妹妹石 前天掉下来的石头 前天掉下来对 这颗还比较小 这个还比较小 你看看起来比较大 他讲的那句话很经典 比想象中的大 这颗到底有多大 等一下 你说的就是上面这颗 对 这颗还没掉下来 好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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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是找到麦当劳呢 还是找到碧沙鱼港呢 还是旁边的迷宅呢 谁知道 所以你说这石头掉下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路径 可能会行进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会怎么走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会怎么样走 他会 他能不能够像刚刚那一颗小石头 这个也叫小石头的话 他能不能够刚刚好没有砸到车子 他万一掉下来 会造成多么惨重的人命损伤 好 现在就要来研究了 有三种方式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火药爆破 对不对 就是在石头里面挖洞放火药 第二个叫空中击碎 吊着什么 吊着钢锤去撞它 这是一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撞 不过这个技术层次比较高 生气波要掉下来就好了 对 那我跟你讲 这都很冒风险 对啊 还有就是把挖土机开上去敲它 慢慢敲 那难吧 那些山路上面挖土机 干嘛不可能上得去 敲完挖土机也跟着下来了 好 那我跟你讲 大家来看一个画面 什么画面 我给各位看 世界末日的画面 大家就知道说 在陨石里面放炸药 跟这一次要 如果说是工兵 或是用商业途径 放上商业炸药的话 你可以晓得 在陨石里面放炸药 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 这个陨石可不能被你炸碎 炸碎还是一样打到地球来 对不对 你要把它炸成两半 变成两三块 比较小的 然后脱离它的轨道 不向地球来 而不是把它炸碎 但是问题是这个炸起来 可是精准的角度都要算对 否则就冲向地球的感觉 你说的是石头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 但是电影 总是电影嘛 对不对 电影演的好像跟真的一样 但是能不能成功 那都是一种科技 老实讲一句 这种爆破的方式 老工兵他就讲 他说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深浅一定要算得好 一算不好 这些石头砸下来 就像你现在画面看到的这样子 如果爆炸 依没有算好 没有算好角度的话 恐怕所造成的影响 会更大 会更可怕 好 现在在北部六军团的工兵群的指挥官 他就讲 他就说 曾永畅 他说 这个石头爆破的计划 是万万不可啊 为什么万万不可 为什么 来 你有没有这个石头的 这附近的水文资料 也就是说 他含水含多久了 你有没有 金融市政府你要不要给我 你到底有没有 不可能给 因为上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观测站在上面啊 没有水文资料 没有他的历史的资料 我要怎么计算怎么用 就算我不用C4高性能的军用炸药 那你就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石头现在在上面 我到时候怎么崩下来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嘛 军方要算了 啊 军方要算了 这土方在上面 石头在上面 怎么算 对怎么算 掉下来万一砸到了麦当劳 或是其他的海产店 这个责任要算谁的 而且 他说 如果再这样强降雨的话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是一年之后 又发生走山 这个账是要算到我们身上吗